今天很神奇,粒特曼系列居演會出街播 還要是出一些特別的角色 不掉下去PV雲限裏面 我真的有些打過問號 但是呢,這隻阿布索羅星人 簡稱小金人,真的做得不錯 我們來看看他究竟做工藝 首先那個盒子是黑金配色 黑色和金色的配色 下面見到他的姿勢 一樣沒有說明書 說明書就印在這裡 有一書一有這種設計,我挺喜歡的 這隻我又覺得是一個致命箱 我稍後會跟大家說 他有一塊這樣的特效 我真的覺得這塊特效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的,很膠掛 那好啦,我們先開了一塊熱術 來看看 先把所有配件都倒閉 其實玩這些特曼最重要的是 中獎,什麼叫中獎呢 就是表情,脫漆那些 先看手型 手型基本上是這些 我講的致命箱來了 就是這個 它就是有 好像那個叫什麼 Cyber系列 全部是要自己拆手甲 把那個 手背位那兩塊甲拆下來 裝回去 這個設計是有些比較衰的 我們先看看 我講的 買粒特曼最稍技中獎 是指什麼中獎呢 就是表情 大家看看 表情這隻 就不算有太大的七面中獎問題 因為我都試過買幾隻粒特曼 是有七面中獎的問題 就是表情 輪鉤我都買過兩三次 希望我選到一隻好的 它的防儀式只做在這裡 還有上半空 先拆下來 這塊甲 就直接卡在後面 其實我很怕斷升 我不敢買 不敢動它 這塊甲 嘩 這張摸得這麼實 直接撕爛了都拆不出來 大概就這樣 我們先看看一隻小金人 我個人覺得這隻最大的亮點 應該是這塊布 這塊是軟膠 手的那塊是90度 這隻阿布索羅星人 我第一眼看到 我就覺得很帥 真的很帥 也覺得這隻出必買 那它有點像那隻叫 加古 是不是叫加古 那隻 握著把 好像太刀那隻 那隻叫什麼 虎破十藏 那種性質的產物 那麼 頭九和左右鱗是沒有問題的 手平舉 就有點差 我這隻就 有一點點 側面中獎 就在這裏 指給大家看 這裏 就是對木瓜那裏 其他都沒有太大質量問題 那麼 對比以往出過的 粒突慢 這隻成績真的算好的 算好了很多 還有 它是改善了一個問題 應該說現在出的 所有SHF的粒突慢 大部分都改善了這個問題 就是 在之前 那個叫什麼 捷德和 貝利亞 都有那個問題 就是 頭重尾輕 上面是正常比例 下面的腳很短 但是現在 改善了這個問題 整個比例 我覺得是 好 比以前 ACT那個系列 都還要漂亮 我覺得現在 新版這些 腰的那一幅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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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那 那 它的關節就不一看成型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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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飛,造型問題 這裏可以零 腳的構造應該是 屬於2.0 SHF 數體的 那種設計 就是這樣 就類似龍珠那種 看某些人的Youtube Channel 玩龍珠可以玩到關節斷了 極少數部份是斷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扭過來的東西 再左右一轉,然後就斷斷了 正常應該是不會斷的 但也有這樣的可能 這個是題外話 那整隻東西為何會叫小金人 就是因為本身的東西就是金色 好了,那心口那個 類似是黑暗印章 即是印記,也蠻漂亮的 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來看看換手方面 換手我兩隻不換了 就是拔一隻出來看看 那就... 類似聖衣神話的那種換法 那這個因為 新產的時候 盛進去,就這樣黏在這裏 所以它呢 這個人有點黏了7的 但是... Anyway 無所謂啦,我不計價 這樣可以裝回手進去 但是我應該都不會換其他手用的了 但是我還是用拳頭手就算了 那...有一束一隻都蠻鬆的 不知為何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這隻有少少這裏鬆 即是那個... 叫什麼... 呃... 肩頭位 那個球型 但也不算鬆得太交關 那這隻就基本上中獎就是這一點 其他隻都沒有 所以那個測面我個人覺得 真的比其他的... 舊版的... 那個叫... 凱特曼系列 是... 好了好多好多 好多 那... 它整身的... 金色和黑色 再加少少這些... 類似... 這種是... 灰色 那麼... 三、四隻色 混合在一起 那麼... 最另外... 覺得... 差呢... 那隻眼就是... 真是畫上去的 它並不是複蠻 那這一點是有點差 可以說做工退步 這樣呢... 有一束一 這個位置 居然可以轉的 我現在才發現 兩邊都是 那麼... 這個設計其實OK的 不錯 我個人覺得 那麼... 這裡應該都是可以轉的 可以轉的 但是很實 不管了 那就... 那麼... 基本上這隻就介紹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吧 拜拜 拜拜